时间关系先跟各位先开个头 回去有时间的话先练习过 下一次我们来就来比较快的带过去 第一个就是说 Menu部分回去自己试试看 因为这个是牵涉到输出画面的部分 将来如果说你们输出的时候 这边斜线T的话代表什么呢 就是定位点的意思 如果斜线N的话代表什么呢 就是换航 换航还有很多跳脱资源斜线 相关的Java书籍里面都有提过 或者是我的 这个里面也有稍微讲一下 代一下 这个下一次再来看 另外的话 这个范例跟前面的类似也是一样 等于是我们刚刚的范例 几乎都一样 只是Value of这地方 稍微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OK那这个 这个也是 那只是说呢 再来就是除了说我们可以用J-Option Pen之外 那在早期在那个Java的范例里面 也还会用到一个叫做Scaner 那这个Scaner就是说 它会扫描我们输入的值 然后透过什么呢 Nest Double去取得我们输入的值 并且把它读到前面去 那这个又是另外一种方法 类似像J-Option Pen取得 J-Option Pen呢 它是取得一个字串 OK 那另外后面还有像Switch Case 逻辑判断的部分的话 这个范例呢 我如果要判断是男生或女生的话 那怎么做 上面我可以用IF 后面用Switch Case Switch Case 那特别注意 Switch Case 这边呢 你不能用字串 所以这里为什么还要多一个判断 再给 它来 转换之后变成什么 转换为数字 而不能直接给它什么 给它字串 如果给字串的话呢 当然会有问题 不过特别注意 在Java的1.7以前的版本 这个判断不能够用字串 可是最近我看了一下1.7的 居然1.7 它这个后面呢 允许可以用字串